阿隆麻烦你每次休息都送我回家 没事啊 你这次休息 我也是在休息啊 我这次呢 带你去吃点东西 因为每次都是你带我去吃 然后又送我回家 其实确实挺麻烦的 吃什么 吃生蚝啊 在哪里啊 你喜欢吃吗 可以我吃吗 去那个五登坡那条街 就正宗五登坡那条街那里 五登坡这里去有点软吗 远也去嘛 走一下路过去 那我带你去走一条小路吧 你懂吗 肯定懂了 那就走小路去吧 我也是玉林人的帮 是不是在这里了 你确定这个路 我经常走的放心吧 要不你走这里 我走另外一条路吧 没事的 你就走就可以了 相信我吧 好吧 我经常走的 你去吃过没有在那里 我没去过 我都没见过人家 那是一个粉丝朋友的 在直播间聊了挺久了 聊得满来的 然后他一直邀请我去 他说他那里的生蚝好肥 我又很久没有吃了 所以又去了 不会吧 没有见过你也敢去 可不可靠的 不敢的 都是在玉林 而且他又是会说玉林话 玉林那条五登坡的街 那么热闹 你还怕什么 前面右拐 就是比较热闹的五登坡了 这么快就到了吗 我都说很快了 这条小路 你可以哦 是不是这里啊 你看一下 在这里对面啊 就在这里 对面啊 对面的 大900斤 龙哥 都是动坏是吗 我是动坏 你是光宏震大的拍 坐这里还是坐外面 都可以啊 坐外面吧 坐外面舒服一点 坐在那里 你是刚刚说来到是吗 一般是几点 拍一下吗 几点半啊 那摆到几点呢 12点 苹果妹妹是哪种味道的 有什么味道的 有蒜蓉的有清蒸的 有原味的蒜蓉的 原味的都要吧 我都可以 三种都要吧 要辣吗 要 有芥末吗 放一点芥末好吃 芥末跟那个柠檬汁 芥末啊 我现在前面没买的 那这样芥末就行了 好 谢谢 手感的拐摸 你拐摸摸 你拐摸摸 人家一瓶 你这个就是 正宗玉琳 谢谢 我先试一下这个原味 因为我也喜欢吃原味 好鲜啊 好鲜甜 好鲜甜 好不好吃 好吃 这是久违的味道 而且这个生蚝很肥 我发生我就是饮食的 我都是 你赶紧吃吧 你赶紧吃吧 我把蛋弄过来吧 怎么样 嗯 快快快快 味道好轻松的 为什么你没反应呢 我还在回味中 你们去煎卷了 清煎的真的好吃 这个蒜蓉也不放过 你不觉得那个鲜末辣吗 不辣 我说你怎么没反应的 我放了挺多的 本来想坑一下你的 你想坑我是不是 对啊 我都叫精英了 你吃一口那个 我刚刚都全部放进去的 行吧 你要比刀就不 好吃 嗯 你没有 你不觉得辣吗 我也不觉得辣 那看来我还是放小了 放少了 等一下再帮 帮你加多一点 鲜末 你要来一下 我刚刚饭很多了 怎么没效果 你也想坑我是吗 你以为只是你想坑我 不要紧 这个可以接受 阿龙你有没有吃过这种清蒸鱿 没吃过 以前是烤的 我也是第一次吃 尝一下这味道是怎么样的 那个芥末好上头 酸吗 酸 不过这个鱿鱿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 他还可以清蒸 就放一点酱油 然后再放一点芥末 超级好吃 阿龙你快点试一下 我们生蚝也吃完了 然后再去豪妹另外一个那个云吞的摊子去吃云吞 感觉好吃的东西总是吃不完在玉林 走吧 这里是我家附近 停哪里啊 这里可以停啊 晚上没有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停 你现在电门口也不停吧 好吧 你能不能吃完 可以可以 刚刚吃了很多生蚝了 可以了 好 多久没吃圆吞啊 不记得 还是这个味道 吃了还是吃东西吗 不吃了 已经吃了很多了 你还想吃我还带你去烧烤啊 什么带我去吃烧烤 不是我带你去吗 不是我 那你带我吃这两个地方了 我带你去吃烧烤啊 不用了 下次先吧 拿起点东西花苹果妹 好的 后面这里还有个充电宝啊 充电宝 对 又麻烦你一次送我回家 没事 下次下次我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再带你去吃啊 我还没吃饱 还没吃饱 现在再出去啊 开玩笑了 你回去早点休息了 我要回去 我回去还要开 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我先回去了 你自己回去开车 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啊 知道 走了 拜拜